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看到一个国家 到一个国家来打工的人 能够来台湾 能够来我们的土地上面 抗议我们的政府 抗议我们的政策 有这样子的外国人士吗 我要生存 我要生存 所以绝对不是像 他们这些人群都你讲的 这个法案通过以后 我们仲介公司就无力可图 无力可图又怎样 我就关起来不干而已 那些年轻小朋友 他们很兴奋 就法案通过了 他们真的是很笨蛋 为什么 他们还没有父母 他们没有阿公 那个十几岁的小朋友 等到他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他的阿公 他的阿嬷 需要按慧容 来照顾的时候 到他的慧容 一年换二十四个老板 你再来兴奋吧 甲仁全 撑在ometer 甲仁全 甲仁全 不要人 使用钱 不要人 你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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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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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钱 不要钱 到老公才生事的外面 但是我們不要講的 在現在的發生意義下 在這裁台灣人啊 在這裁台灣人啊 你們在無法 我們賺60 你們在無法 我們賺60 取消恩自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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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反對 犯罪力 我可怕 是去打工 搶台灣人的飯碗 然後呢我們的主管之官 對這群外勞 沒有一條 是懲罰外勞的 沒有一條 這些不要在雇主那邊工作的 不管是製造業或者是家庭內 製造業的功能如果不做的 你敢讓那些外勞 住在你的工廠嗎 晚上睡覺的時候把你放把火 把工廠燒了怎麼辦 現有外勞 現在目前全台灣有高達60萬人 我們原住民同胞只有39萬人 我們全國的勞工界的朋友呢 有800萬人 這60萬人就地合法 就地找工作不用回國 大家想想看 這會不會是一個國家社會的災難 就業55 我特別準備給大家看 這一本 請大家回去翻閱一下 總共有七張 總共有七大張 針對外勞 沒有任何罰則 針對外勞 愛滋病 懷孕 境外一路的 等可樂 和他病毒 所有的傳染病 通通都不用遣返了 所有的外勞進來 你哪怕是得了肺結核 得了臨病 得了梅毒 通通可以在台灣治療 我們貿然的法治 三年回國 一日的 講優胎列條例 拿開 那這些外勞 從此以後 治療台灣 不回去了 人權組織 人權等體 他們保護功能 他們保護功能 當然是 他們的理想 可是我要強調理想歸理想 實際歸實際 不是每個外勞都這麼優秀 不是每個外勞都這麼好 這個法案通過 他們一直在重商說 吃虧倒霉的是仲介公司 怎麼會是仲介公司 職品已經開放十年了 吃虧倒霉是仲介公司嗎 仲介公司沒有因為這樣子 一毛錢少賺 為什麼 轉嫁到雇主啊 就這麼簡單啊 就這麼簡單啊 怎麼可能會危害到仲介公司 除非你今天雇主 通通不需要仲介公司 第二道 出品 不需要 五千分任 日 停 十二 二